大家好我是唐山庄大崔 今天呢给大家讲讲壁挂式马桶 也是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壁挂式马桶的一些知识 有好几个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 大家比较关心问题 大崔呢都给大家想到了 你把这条视频看完 决不决定买 你最终决定 但是呢这条视频你看完的话 会有一个更理性的一个认识 第一呢壁挂式马桶会不会掉下来 有人会考虑我体重比较重 我200来斤怎么样会不会掉下来 不会啊 壁挂式马桶呢一般能够承重 说是400公斤 所以说正常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用考虑掉下来 即使呢你蹲在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壁挂式马桶 是不是就好清洁 很多人说啊 他悬空啊 是吧就一定好清洁 我告诉你啊 你真正你做完壁挂马桶 你就会发现 壁挂式马桶距离地面也就十多厘米 那么十多厘米的情况下 他的托步是很难直接进去的 也就是你们理想化的那个我直接拿托步 天前清理一下就完事了 这是很困难的 你你如果说是想去擦洗的话 你必须蹲下来进行擦洗 但是我想象一下 如果你都已经蹲下来擦洗的话 你用普通的马桶 你是不是也是蹲下来这样操作 并没有省多少事 只是你想象的 想象的一些广告里面 它是很高的 对不对 但是啊 他这个马桶一般情况下 它是固定尺寸的 下来上下呢 也就有那么一两厘米可调动 就是十来公分 十来厘米 所以说你清理还是挺费事 这个屋区很多人都有 第三个了 第三个 一些销售会告诉你 我这个壁挂式马桶 能够给你解决马桶一位的问题 我给你告诉你啊 壁挂式马桶 如果说你解决马桶一位 首先是因为它用的是墙牌 也就是说我的下水管 直接插到下水树管里面 这样的做的情况下 才能够解决马桶一位问题 如果说你距离离的庭院 你做不了啊 直接强牌的一个情况下 从地面 大多数我们中国人装修 普通人都是从地面这样给你改动 从地面然后折返上来 这样改动 它没有增加这个这个改动马桶一位的一个问题 只是呢 有那么高低二三十公分的一个啊 水的一个落差 但是对于你这个该堵的话 还是容易堵 并且它多了几个弯 没有影响 并且有还有一个第四点了 能不能省空间 感觉壁挂式马桶直接插到墙里面了 是不是省空间 它也有水箱的 啊 好像你们看见的东西呢 是已经铺上墙 但是它是也有一个大大的水箱的 一般会占用很大的一个空间 小微人间 你做不了 啊 做不了 必须垒出一道墙来 所以说啊 选壁挂马桶 还有这么多 你不知道的东西 需不需要选 要不要选 啊 仔细的看完 那所以 我都拿去美西 呀 我都拿去美西 我都拿去美西